畫面上可以看到一名身穿藍色相應的男子 被四名圓警壓制在地 但他還是不斷反抗 對警方大聲嗆聲 過了不久 男子更是直接癱軟坐在地上 一段時間後警方才順利把男子壓上警車 帶你來看現場畫面 五日清晨三點二十五分左右 警方接獲報案 在高雄七線二路上的一間KTV 有一名五十二歲的真心男子 因為飲酒過量酒後亂性 推倒一名六十歲的王姓婦人 救護人員到場了解情況後 只沒將婦人送醫 但嫌犯卻拉住救護人員 試圖阻擋搶救 經過警方協助 救護人員才順利將右腳受傷的婦人送醫 經過搶救後已經沒有大礙 立刻上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靜善靜美 靜好新聞